自由潛水玩家差點溺斃 雅各井是一個位在德州的岩絨泉 为当地极受欢迎的跳水潛水圣地 Diego Adame最近热衷自由潛水 也到雅各井朝圣 自由潛水的定义 就是潛水者不穿戴任何潛水用具 全程都需要憋气 玩家需佩戴负重腰带 抵抗福利 Adame带着水底摄影机 往深渊游去 拍摄窄小的洞景和清澈的潛水 影片中听到的像打嗝般的声音 是Adame反射性发出来的声音 哺乳类动物的身体 在潜水时会出现这种生理现象 以防止肺部塌陷 但在离洞口约30公尺处 Adame的一只蛙鞋突然松脱 它慌乱之下张嘴想呼吸 它觉得快溺水了 于是快速将负重腰带解下 重返水面 当时它急需空气 肺部整个在烧 幸好最后成功上岸逃过一劫 TOMO News原创LINE贴图第二波开卖咯 快来下载吧